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绿卡梦 那么成功移民美国以后 拿到绿卡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绿卡的优势所在 当然了美国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 截止到2021年的11月 全世界人口其实8亿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美国 但是向往美国的人占了大多数 之前我也讲过这样一个现象 中国的媒体忽悠那些没有见识的人 说留学生争相回到中国 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有两种 一种是有亿万家产需要继承的 一种就是拿不到绿卡不得不回去 我一个月接到咨询 怎么让子女留学以后 留在美国的这种家庭父母的这种咨询 至少有一百个人 可想而知 留在美国是多少家庭的梦想 我们知道美国绿卡是一种 给外国公民的永久居住许可证 那持有绿卡意味着 持卡人拥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并且能让全家享有 与合法永久居民相同的福利 你就拿杰出人才的这个绿卡来说 主申请人一个人通过移民局的审核 就可以全家一起 包括配偶和21岁以下的 未成年子女一起获得绿卡 当你获得绿卡时 你是给自己及自己的一切知其亲属 给自己还未出生的子孙 做一个百年大计的决策 有的人问我父母可以不 可以 但是需要等你拿到绿卡 四年九个月以后 入籍了 换了护照了 然后你可以给父母申请绿卡 足足未备 没有这种机会的人 从你这一代起将永远改变自己后代的身份 你的后代将自然的拥有美国国籍 并可以在任何时候转换成愿意加入的其他国籍 这是一种世界公民的选择和自由 也是一种无法估量的价值资本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绿卡其实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下面我的这些简要的介绍 都是根据美国有关的法律政策整理出来的 孩子出生的落地公民权 任何在美国的人士 也包含非法入境者 注意了啊 这个非法入境的 比如说偷渡啊 旅游签证黑下来的 只要你的孩子在美国出生 都被视为是美国公民 天生持有美国护照 早些年很多人 办理不了美国本土的签证 然后就跑到那个塞班岛黑下来 然后生孩子 就为了孩子拿到美国护照 当然了 父母可能终身都无法再次进入美国 而且不论年龄多大的人 也不被限制在美国境外的拘留时间 终身自由进出美国 18岁公民宣誓后 即从法律上享有美国公民的一切权益 21岁即可为配偶子女父母 办理美国移民 当然了 你如果想生一个美国公民的孩子 等到他21岁以后 给你办绿卡的这个风险和事件 就不太现实了 因为孩子21岁 父母起码也快50了吧 那这个时候你来美国还能干嘛呢 你拿着1万块钱人民币的退休金 然后在美国过着政府救济的日子 这个也不合适对吧 中小学学费 在18岁上大学之前 美国全部的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 就是零学费 那我们说这个零学费 就不包括那个贵族学校 还有一些私立学校 相比之下呢 就目前的北京 上海广州 有关机构办理中小学 赴美留学一年 都要在3万美金以上 那这些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 学费也不低 我有很多同学朋友 客户的孩子在这些地方读书 每年学费一个人至少是20万人民币 两个孩子学费就是40万到50万 那对于那些出到美国的中小学生 他跟不上普通的课程时 美国所有地方都有针对性的英语补习课程 每天都有专职的老师给学生补习英文 直到这个学生英文提高 并且跟上普通的课程 他这个是不收费的 这些都是免费的 而且就算是大人来到美国 不管你身份怎么样 你都可以读社区大学语言班 这个也是免费的 学校还能帮你找合适的工作 帮助你走入美国社会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问我 说在中国找了一个中介办理语言学校 交了20万人民币什么这样的 我说你这些你过来以后呢 都是免费读的 你自己就找了 这个就是信息差 而且是非常低级的这种信息差 我再说大学学费 上大学 函硕士生博士生 你只需要交本地的这个居民的学费 以加州为例呢 水平中等的那种加州的公立大学 外籍学生一年学费大概是2万到5万美金不等吧 而本地人呢 也就是说加州居民一年只需要交3000多美金的学费 甚至是全额奖学金 也就是免费读大学 那么美国它是没有户籍限制的 你可以从加州搬到德州 你也能从佛州搬到华盛顿州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居住半年 你就可以拿当地的驾照 那也就是美国人的身份证嘛 我们叫photo ID 所以你如果想享受哪个大学的福利 那么你可以提前搬过去居住 然后上当地的大学就可以了 那么你如果是考到外州的大学 学费是美国人的学费 但是比本州的还是要贵一些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联邦制的一个特点 就是美国的是州法 大于联邦法 每个州是资质的一种社会制度 打个比方 我们住在南加州 那每年就可以享受迪士尼环球影城 这些地方的年票优惠 通常你就是花两三百块钱 你就可以玩一年 那么外州的游客过来 你就要买正常的年票 或者是门票 那一天的门票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了 还有奖学金 对于有意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的 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来说 只能和来自世界的这种 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相竞争 那这个数量是极为有限的 对外籍人士开放的奖学金 那对于有绿卡或者是本身就是美国国籍 那能享受的奖学金这个范围 远远超过一个外国人所能申请的范围 而竞争对手也只是美国本地的人 因为美国很多发放奖学金的这个机构 它限定奖学金只剩余美国人 学生贷款也是 18岁以上的绿卡持有者 可以再拿到绿卡当年申请各类学生贷款 比如说上美国优秀的私立大学 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多达四万美金 甚至是六万美金以上 当你持有绿卡的时候 想读一个两年的硕士 六七万美金可一次性贷出来 然后你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呢 你可以先不还这个贷款 找到工作以后分年还清 通常每个月就拿工资的五到十分之一 来还这个贷款 在美国国家政策保证了 没有经济困难而上不了学的人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绿卡 那你就不能享受这些助决贷款政策 再说就是直系亲属 绿卡持有者跟外籍人士结婚后 即可办理配偶及配偶到21岁以下 未成年子女的绿卡申请 所以为什么这两年 找美国公民结婚的人特别多 很多家长找我 问我能不能给他们的孩子 找一个美国公民结婚 可以在毕业时候留下来 当然了 这些是收费的 但是呢也是走法律擦边球 一旦被移民局查到是虚假结婚 那很可能是要坐牢的 刚才我还说到政府帮助找工作 就是美国政府在各地啊 他都设有这种专门的机构 免费为本国人找工作 绿卡持有者只要到这个部门去登记 为自己的技能啊 专长啊 兴趣啊 你登记下来 你就会免费 帮你寻找工作 同时呢 还免费培训就业人士 基本技能 你比如说电脑 英文等等 以协助他们就业 美国绿卡持有者有就业的自由啊 持有绿卡者在美国工作是不受限制的 为保护本国人的利益 美国很多工作 比如说一些高科技啊 生化啊 军事研究啊 这些都不对外国人开放 即使外国人具备相应的知识和专长 也无法胜任这些岗位和部门 那这种情况就外国大学生 留学生 在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跟美国学生 他就处于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竞争状态 那绿卡持有者就不用担心这个 他可以从劣势方转为优势方 同样有着特殊技能的两个人 一个是绿卡 一个是没有绿卡 那即便是有绿卡的人 在专业程度上稍微差一点 那用人单位也不会考虑没有绿卡的人 同等条件下 有绿卡就具备特别多的选择性 没有绿卡的留学生呢 要么限期离境 签证到期 你必须走人 要么就找到工作留下来 然后雇主给你担保办理绿卡 那么留学生办理绿卡 需要雇主提供很多拿税表 这些手续 所以人家宁可要有绿卡的 也不太愿意要一个没绿卡的留学生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留学生 回国的主要原因 他不是不想留下来 而是留下来太难了 博士毕业生留在美国 找到合适工作的概率是1.6% 这个数据是美国劳工部和移民局公布的 你可以上网去查 我再说一下就是劳动力价值的不同 同一种技能的人才 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价值因为有没有绿卡 而有明显的不同 甚至差距从50%到几百分之几百不等 比如说我以前合作的一家医院 招聘工作人员 那这个护士 没有绿卡的时候呢 护士的起薪是年薪3.8万美金 而跟他一个岗位的姑娘 因为父母早年做投资移民 很早就考了公民身份 所以他过来以后起薪是6.5万美金 两个人就在一个部门 一个办公室 待遇差别非常大 没办法因为你没身份呢 还需要雇主给你办身份 所以起薪即便是低 他还要很努力的工作 否则稍微懈怠 有可能雇主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了 因为有身份的人可以选择余地更大 雇主更信任有身份的员工 因为你是美国公民 你不敢做违背公司利益的事情 那没有绿卡身份的人呢 他一旦做了有损公司的事情 那最多就是被遣返 但是公司遭受损失是无法顾量的 所以雇主他不会把这个风险压在这个没有身份的员工身上 那下面说一下我最最认可的美国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的这个优势 就是我移民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可以周游世界 美国绿卡持有者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 几乎所有欧美国家 可以免除被拒签的可能 拿着绿卡就可以实现全球通 这使得你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在全世界范围内规划自己的生活 我认识很多人就是有美国身份 然后全球旅居做摄影啊 或者旅游博主啊 英文教学这些人 他们全世界旅行也不耽误自己赚钱 美国绿卡还可以畅通墨西哥加拿大 我们都知道美国加拿大是没有边境的嘛 就是美国他不怕加拿大人跨境 加拿大也不怕美国人偷渡到加拿大 因为没有人这么做 你拿着美国绿卡就可以畅通无阻啊 随意进出 加拿大的朋友经常开车到美国买东西 美国有很多人周末开车去加拿大加油 那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世界公民的一个自由 等到你考虑公民入籍 那就更不一样了 美国护照几乎可以畅通世界啊 全世界不需要签证 就拿香港澳门来说吧 美国护照可以停留90天 无需签证 你拿着中国护照还得签证 一次只能停留7天 所以优势很明显对吧 你再说拿着美国绿卡回中国投资 你拿到美国绿卡呢 它就被视为华侨 你回到中国注册公司 只要你的资金是美国过来的 这个公司为美国公司 然后合资公司就是中美合资 投入的这个资金呢 就被视为是外资 并享受有关外资的一些优惠政策 当然了 现在也不会有人去中国投资对吧 还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美国退休的福利 那个绿卡持有人在一生累计10年交税记录以后 当然是有底线的啊 最低要求每个月报税是500美金的收入 你就可以在退休后啊 通常是65岁以后 终身领取美国联邦政府发的退休金 每个月是700到1200美金不等 随着这个货币通胀的因素而调整 对很多移民来说呢 领取退休金的这个年数比交税工作的年数要多 你比如说我 我是35岁 移民美国开始交税 那我现在41岁 然后我再交4年就可以领取涉案金 也就是基础退休金 你的报税越高 领取的涉案金就越高 有交税就有福利 再说失业救济金 申请人及配偶甚至孩子 在有绿卡身份的时候 如果没有工作时呢 政府可以免费给你找工作 失业了 你到当地政府的失业部门登记 然后提交失业证明 比如说银行卡 没有工资收入了 你就可以按月领取政府的救济金 额度呢 就是从每个月最低600美金到几千美金不等 具体根据你上一年的这个报税的收入为准 那有一个公式 他会给你计算出来发多少失业金 你比如说2020年 我的这个公司就受到疫情的影响 连续九个月没有收入 一分钱都没有 这个时候啊 我属于是自己雇佣自己嘛 就是我自己的公司没有收入 我自然是没有收入 那这个时候政府就联系我 说可以给我一笔钱 维持我公司的运营 可以交房租啊 或者发工资 给了我大概是四万美金 而且手续非常简单 我就上网填了以前的报税表 还有员工名单 发工资的记录 公司银行卡的账单 还有银行卡的账号 一个礼拜时间就收到了这笔钱 而且这个钱是不用还的 它是政府无偿给你的 下面我再说美国的医疗 很多中国人都说 美国的医疗费很贵 什么天价账单 有没有 有 是不是事实 是 但是呢 你在抖音啊 什么微博啊 看到这些信息 他们不会告诉你的事 这些天价账单 你是不用付的 那美国的这个医疗水平 可谓是当今世界最高的 很多中国还没有的药 在美国就有 很多在美国被淘汰了的这个设备 在中国还在使用 你比如说激光 治疗近视眼 那美国已经普及到了第四代产品的时候呢 中国才开始使用第一代产品 这个不是我信口词黄 我是跟医疗打交道的 我代孕公司的客人过来干嘛的都有 我有很多代孕的客人都是做医疗器械有关的行业 我在美国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医院和生物医疗产业 就单单说试管婴儿这个行业 我接待过北一三面的院长和专家团队来美国考察 接待过湖南乡亚的医生 接待过泰国试管医院的医生 泰国的那个杰特宁医院 还有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 来考察美国的生物医疗公司 我还接待过北京深圳杭州的基因科技公司团队 来美国考察基因测序 这个我之前视频里也讲过 目前中国所有的基因测序机构使用的设备和耗材 都是圣地亚哥的那个Illumina公司 美国的穷人 就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美金以下的家庭 他的保险是免费的 看病吃药都是免费的 就算你收到天价账单 你也不用付一分钱 不过这个福利就算你不是纳税人 你没有美国绿卡 你也可以享用 我之前的视频讲过 就是一个朋友以前读书的时候 他这个母亲的这个腰摔坏了 然后住了两个多月 换了一个人工的这个脊椎骨 账单是30多万美金 最后说我现在学生没有钱付账单 那医生就说那你可以走了 就这么简单 我都可以找到当事人来跟你讲 绝不是我编的 还有一次就是我爸 疫情那一年在美国走不了 他那个高血压药吃完了 美国的这个高血压药是处方药 中国你是可以随便买到 对吧 美国不行 需要医生诊断 然后开处方 然后光药费就一个月是1200多美金 我爸肯定是没有保险的 他的旅游闲是不cover这个的 我在药房的时候刷卡 然后这个药房姑娘问我 你为什么不用保险 我说我爸没有保险 然后那个姑娘呢 我感觉她是亚洲人 但是不会讲中文 她说你等一下 我去请示一下药房的经理 过了一会儿她就回来了 她说可以给我折扣 然后1200多美金的这个抗压药呢 我只需要付45块钱 那具体用什么保险我不懂 她说这个我不用担心 就不属于占用福利 然后我就付了45块钱 我爸当时都懵了 说美国怎么啥事都有呢 就在圣地亚哥 戴奥马那个5号公路西边 那个CVS药房 我记录都有的 因为我怕就是 他们下次入境的时候麻烦嘛 我特意保留了收据 还有医生的处方 还有药房的这个单据 我都是保留着以防万一 结果她在这边滞留了半年 开了4个月降压药 5000多美金的药费账单 我就付了100多块钱 另外就是购房补贴方面 绿卡持有人可以享受 美国居民的低息贷款 我之前视频里也讲过 我们家的这个自住房 贷款利率是2.75% 然后在退休以后 你可以申请购买 低收入老年人公寓 这个公寓呢 大概就是你市场价格的 35%左右的这个款项 然后购买 由国家补贴的 在美国属于那种 老年人专属的社区 这种老年社区 是不允许有小孩居住的 只能是55岁以上的老人居住 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它配备相应的 就是老年护理机构和服务 如果你有绿卡 而且属于低收入人群 还可以申请美国政府的连租公寓 我之前视频里讲过 就是每一个城市 它的社区都有连租房公寓 每个月的租金 大概就是市场租金的10% 好了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 美国绿卡的好处 也欢迎大家补充 我没有讲到的 或者是我不知道的 美国绿卡的优势呢 你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今天内容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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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